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产品 我们这个 我今天这个题目呢 叫做凯莉早兰医生菌 和PQQ氢气片抗癌华丽组合 我们的氢气片 7月7号上线了 然后呢 现在凯莉呢 美商凯莉呢 又把氢气片和早兰 多矿医生菌组合在一起 这样呢 就打出了一套天然的 抗癌 防癌抗癌的华丽组合圈 那我们今天就看一看 这个就剖析一下 这两款产品的成分 看看他们为什么能够抗癌 首先一个 早兰医生菌 早兰多矿医生菌 也叫早兰多矿医生菌 我们看它的有四大成分 第一个就是 它的矿木质 我说这个矿木质呢 可以把它叫做 红枣矿木质 这个红枣矿木质 它是从海洋里面提取的 红枣里面提取的 所以它含有 还有人体所需的钙煤 和72种微量元素 因为我以前讲过 这个海水的矿木质比例 和人体的矿木质 血液的矿木质比例是一致的 所以它可以均衡满足 人体矿木质的需要 然后这个红枣钙 它的吸收率也比较好 可以达到接近40% 因为这些特点 红枣钙 获得了多项国际专利品质的认证 和两项国际营养成分大奖 在美国欧美的临床试验 证明红枣钙 它的钙质的利用和吸收率 和股密度的增加的话 也适应于其他的钙的来源 钙的来源好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矿它红枣 藻然益丝菌里面的矿木质 那这就讲我们这个矿木质 和其他的矿木质有什么不同 另外呢就是说 讲了再介绍了这个矿木质 那我们在营养方面 从营养的角度来看 我们微量元素的缺失 是我们营养缺失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代的人 我们最缺的营养是矿木质 和微量元素 所以我们补充这个红枣钙呢 它就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酸碱平衡 增加免疫力 然后增加酸碱平衡 这方面呢我们等到 我们一会儿讲这个氢气片里面的盖 我们再要再着重 再分析一下 这个酸碱平衡 就是说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 这个藻养医生菌 就是它的矿木质的话 就是可以增加免疫力 然后藻养医生菌 它的第二个 第二个主要的成分 就是医生菌 那医生菌呢 我们知道我们70%的免疫力 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的 如果我们改善我们肠道的 微生态环境 这样呢可以增加 数变的排出 减少有毒 和废物的重启收 防止这些病毒和续菌 藏漏进入血液系统 这个在抗新冠的 在中国抗新冠的时候 这个女兰医院院士 他就多次强调 我们要改善我们的 微生态环境 就是多吃医生菌 医生源 因为他们发现 临床上很多新冠病人 他们并不是死于新冠 他是死于新冠 因为 他是死于因为肠漏 进入肺部的细菌的感染 这个后遗症引起 这个发炎炎症引起的 所以并不是新冠要了他的命 而是因为 当我们的人体免疫力弱的时候 这些肠漏进入血液里面的 这些细菌病毒 他可以转移到肺部 加重这个肺部的感染 所以造成死亡 研究表明就健康的人 肠道医生菌比例 可以达到70% 我们普通人可能就25%左右 那电密的人他有15% 癌症的病人他只有10% 所以说癌症的病人 其他不要想首先要补充 你说不要抗癌的产品 首先一个要补充矿物质 平衡的矿物质 另外一个就是考虑 给他不用益生菌 改善我们这个肠道微环境 微症态环境 我们凯利的益生菌 他有 他每一条 他有11种 11个菌种 每一条还有300亿个单位 再加上他的独特的包埋技术 包埋技术我们讲益生菌里面讲过 他为什么能够把这个 益生菌保护起来 然后因为这个包埋技术呢 可以使这个益生菌 可以顺利通过胃酸的考验 他很高活性的抵达肠道 这个益生菌 这个第二个成分就是说 主要的成分就是他的益生菌 我们现在是 就是改善我们的微肠道环境 然后益生菌的第三个成分 就是早然蛋白 早然蛋白呢 我以前呢讲 就没有着重讲 他但是 因为我上次讲益生菌的时候 讲他在肠道中的 对肠道的健康的作用 我 但是他有 他也有抗癌作用 这个我是今天想 给大家 介绍一下 就是说近年来呢 发现海洋产品 包括这些早然蛋白呀 他们都有很好的抗癌活性 而且这些海洋产品 它没有毒副作用 早然蛋白呢 它是从螺旋藻里面提取的一种 生物活性 营养物质 营养很丰富 包括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所以他抗癌的同时 他还有八种 必须氨基酸 如果你就是说 偏食的话 他也是做一种 基础的营养补充 我们研究表明 早然蛋白在抗肿瘤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抗肿瘤 抗氧化 还有抗氧活性 所以他也是天然的抗炎剂 所以他通过这个抗氧化抗炎 他发挥了他的抗肿瘤的作用 他可以清除神经细胞的自由基 避免DNA氧化损酸 从而防止这个自由基 引起的神经细胞凋亡 另外呢 他还有就是诱导细胞毒性 和免疫刺激作用 促进血细胞的再生 提高淋巴细胞活性 提高这样提高 基体的免疫功能 所以呢 全面提高 基体的抗病能力 所以就是说 很多的研究都表明 早然蛋白对多种肿瘤 具有抑制作用 比如乳腺癌 肝癌等等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可能很多海力伙伴 可能都有些 他们有乳腺癌的 这个也是早然蛋白 多次这个医生菌 为什么它没有发挥抗癌的作用 就是它也 因为就是因为其中的早然蛋白 早然蛋白 我们的医生菌里面 第四个成分 就是这个热枣SOD 这是我们 这也是我们凯利的特色产品 凯利SOD呢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人体的抗氧化的主要防线 也是第一道防线 那所以呢 好多年前 这么多年以来 半个世纪以来 大家都在从研究怎么样提取 更有高活性的SOD 以前的SOD呢 它主要是从这个 从这个流血 里面提取的 但是我们这个 这个凯利的 凯利的SOD 它是从热枣 深海热枣里面提取的 这个深海 它的 深海的那个热泉 它的温度达到450多度 所以它这个热枣呢 提取的SOD 它是有抗酸 抗减 抗高温的特性的 所以到我们的身体的话 它可以比较 活性比较高 然后 你刚才是讲了凯利的SOD 那我们讲抗氧化 我们现在又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抗氧化 就是说人体 内原性的抗氧化系统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人体呢 它都是不断地遭受 内原性和外原性自由基的攻击 这些自由基呢 像子弹一样 比如说过氧化氢 超氧化五腔机自由基 会在人体发射 与细胞膜的脂肪酸 蛋白质反应 破坏DNA和RNA等细胞成分 从而造成破坏 除非我们 身体内有什么机制 来阻止这些自由基的话 那很快就会引起细胞 永久性的省伤 最终使我们患上多种疾病 包括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 神经退性性疾病和癌症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人体为了抵御 自由基的氧化作用 就配备了各种抗氧化系统 无论是内原性的 还是万元获得的 它们协同作用抵消 氧化应激的有害作用 那就是内原性的抗氧化 和外原性的抗氧化 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个一分子的 我们内原性的抗氧化 系统包括主要是三种 第一个是 SOD就是超氧化物奇化酶 破氧化氢酶 和骨光钢钛氧化酶 这三个酶 构成我们的体内酶性 就是恩斩酶 酶性的抗氧化系统 它们的抗氧化的效率非常高 一分子的抗氧化酶 可以在一秒钟内 综合上百万的自由基分子 那我们的外原性的抗氧化 就是食物性的 膳食的抗氧化剂 包括骨光钢钛 土酶Q10 黄铜 胡萝卜素 矿物质等 它们的抗氧化作用 和内原性抗氧化效率相比 它一分子 在一秒钟内 它就一分子的抗氧化剂 可以综合一分子的自由基 那我们说的内原性的酶性 SOD之类的酶性的抗氧化剂 它一分子的抗氧化酶 可以综合上百万的自由基分子 所以这个效率 是一和一百万的比 然后所以我们从这个就看出来 我们这个凯利的特殊的 这个SOD 热枣SOD 它是非常划时代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这几年 这十年 我们保健 大家说的保健 其实很大程度上 就说的是抗氧化剂 吃各种各样的抗氧化剂 那么都以前吃的 都是善食性的抗氧化剂 但是这个凯利的SOD 是热枣 海洋热枣SOD 它是 它是一种内原性的 就是我们身体内 本身有的这种抗氧化剂 所以它的效率很高 所以它也是一个 我就说 它是一个很 很尖端的发明 这也是凯利人经过了几年 很艰苦的研究 反复失败 反复研究 从最后终于成功而取得的 然后 这就是我们的 早兰医生菌的四个成分 然后我们又回到这个氢气片 来到这个氢气片 介绍氢气片 氢气片呢 就是它主要的成分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PQQ 叫做比洛奎林昆 它是一种最强的抗氧化剂 为止发现的最强的抗氧化剂物质 可以提高免疫力 因为它极不稳定 而且非常稀有 所以被全球的生物界 医学界称为免疫之王 实验证明PQQ SARS肿瘤细胞的速度和彻底性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提高免疫方面 更是让人惊叹 是迄今为止 人类发现的最强效 生物活性物质 所以PQQ是一种新型的 在PQQ最初发现的时候 人们对它的特性 到底是一种什么本质 化学生化本质 到底是一种什么物质 不是太清楚 经过了多年的证明研究 发现它还是一种 还是属于一种新型的 水溶性维生素 它具有极具穿透力 和免疫修复能力 它的免疫修复能力 是我们林芝的8到10倍 所以PQQ在国际市场上的 售价非常高 达到39,000美元 每一克39,000美元 是黄金价格的3倍 3,000倍 那为什么这个PQQ这么贵呢 因为它有两个特点 它的功效很多 我们在直接的抗癌的方面 我们就介绍 今天就介绍两点 一个就是说 它是直接的抗癌 抗癌功能 第二个它提高免疫力 在抗癌功能上面 它为什么可以抗癌 它有几个作用 第一个呢 它激活自然沙伤细胞 为活性的细胞 这就是我们身体内的 自然沙伤细胞 使其具有沙肿瘤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身体内 本身存在一些沙伤细胞 但是它没有 它是禁止的 平时是休眠的 因为这个PQQ来了之后 它可以激活这个沙伤细胞 把它变成活性的 沙伤细胞 所以它具有沙肿瘤的作用 然后呢 它使这些沙伤细胞 等免疫细胞聚集起来 发挥兵团作战的能力 所以更有效的 歼灭肿瘤细胞 第三呢 它的封闭 它可以封闭肿瘤细胞的 载贴蛋白受体 阻断其功能 抑制肿瘤生长 这样呢 可以从这个方面 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 好 第四个方面呢 它可以破坏肿瘤细胞 止质双层 使肿瘤细胞溶解死亡 第五个作用就是 阻止肿瘤细胞 DNA的复制 促使其凋亡 然后呢 它也可以清除自由基 从这个方面 预防肿瘤 好 第二个功能呢 它就是提高免疫功能 提高免疫功能呢 它是直接 刺激人体细胞的生长 尤其是激活人体 B细胞 T细胞 使之产生抗体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说是 我们迄今 PQQ是我们迄今为止 我们人类发现的最强效的生物 这个免疫物质 这是兵器片中的PQQ 那兴器呢 它抗癌的作用呢 又从什么方面来实现的呢 兴器我们讲过 它是 它可以 它可以实现 选择性抗氧化 为什么它能够实现 选择性抗氧化呢 它的怀疑性比较弱 它不是特别强的 所以它恰好能对 毒性最强的 腔机自由基和 亚硝酸因离子 产生选择性综合作用 而不会影响 我们有生理活性的 活性氧 比如一氧化氮 和氧化氢 这样呢 就在减少氧化损伤的 同时呢 不打破我们体内的 氧化还原平衡 就是说恰好的 就是说选择性的 把那些有毒的 自由基综合掉 但是又同时保留 我们身体需要的 活性氧 选择性抗氧化 是抗氧化的 最高境界 过去我们使用的很多 或者是过去 不论是过去 也是还有现在 大家还使用 很多其他抗氧化剂 它可以抗氧化 但是它不能保持 我们体内原有的 氧化还原平衡 所以它这样的话 过量使用的会导致 细胞功能的 紊乱和损伤 这些 所以呢 氢它就可以 发挥这个 选择性抗氧化作用 第二呢 氢的结构 它很小 最小的元素 它本身结构简单 与自由基 产生的产物的话 也简单 所以它 比如说 与枪肌 自由基反应 就生成水 多余的氢 可以呼吸 排出体外 不会有任何残留 对身体 无读或作用 第三 氢抗氧化的 第三个特点 就是分子量低 可以通过 绝脑屏障 也可以自由 扩散到细胞的 任何位置 甚至细胞核 和线粒体 所以说 它是可以 全身进行 全身抗氧化 那我们外原性 食物抗氧化 因为比较大 它很多地方去不到 这个氢 所以它就 它就有 抵达身体 穿透 就是说 它的渗透力很强 身体 任何 基本上 任何部位 它都可以 进行抗氧化作用 所以 氢 它就是一种 选择性 无毒 残留的 抗氧化物质 渗透 它的渗透性 很强 这样呢 它的特点呢 它就是 对付这个 慢性炎症的 完美工具 我们这个 体内 就是 国内外 大量的实验 和临床研究 就证明 亲戚 对许多 自由基 相关性的疾病 都有 治疗作用 它可以 对付这些 慢性炎症 从而起到 抗癌的 作用 所以 你不管说 是什么病 可以说 是万能的 抗癌 抗癌 产品 所以 你为什么 就说 你说 这个氢 你是抗什么 癌的 它所有的 癌 基本上 都可以抗 它 抗癌的 作用 它主要是 通过这种 选择性 抗氧化 对付身体 各个部位的 各个组织的 慢性炎症 从这样 从这个方面 而起到 抗癌的 作用 好 然后 这个 这就是 氢气 氢气片中的 氢气 氢气中 这个美 美呢 上次讲 氢气片 我们没有 没有详细介绍 那么美 今天我们就 讲一讲 这个美 因为我们 今天要 的话题是 抗癌 那我们就 看看美 有没有 抗癌的作用 因为美 是我们身体的 一种 红量元素 第二大 红量元素 我们说的 钙 是我们第一大 红量的 矿物质 第二 美就是我们 第二大 第二多的 红量 矿物质 它的 基本作用 调节神经 和肌肉的活动 增加 耐久力 等等 那美 就是说 它本身 是一个 矿物质 它就是 一种 碱性 调节 身体 我刚才讲 掃蓝 益生菌的 里面的 矿物质 的时候 说到 这个矿物质 它调节 身体的 酸碱平衡 可以 就是说 我们的 我们身体 让我们的 简化 癌症 就是说 癌症病人 它有什么 特点 就是我们 刚才 除了讲到的 它的 肠道的 益生菌 比率非常低 只有10% 另外一个 癌症病人 还有一个 特点 它就是 它身体 缺氧 还有一个 它的 那个 癌症的 组织 都是 酸性的 无一例外 全部是 酸性的 你把 这个 癌症的 组织 切下来 然后 来检查一下 它的里面的 酸碱度 它就是 酸性的 所以 以前提过的 你是 酸性体质 或者什么 后来 被 被这些 医学家广泛的 进行了 批判一番 那只是 其实 又是一种 造成了 另外 第二次 误解 其实 就是说 它也许 就是说 酸性体质 和 卷性体质 这个话 也许 不是那么 科学 但是 这个 肿瘤 肿瘤 癌症部位 那个部位 一定是 酸性的 这一点 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 这个 要抗霜性 要把它变成 碱性 怎么办 那就是 吃矿物质 矿物质 它就是 碱性的 然后呢 这个 鎂 是我们 身体 第二大 矿物质 那我们说的 钙 不能补太多 不能无限补 因为钙 有些 特殊的 限制 那么这个 鎂 就是一定 不能缺乏的 那如果是 你已经缺钙了 然后又缺鎂的话 那你的身体 基本上 可能就是 双性的 这就是造成了 癌症 总结发生的 一个原因 那美和 以前就是 我们 报道发现 这个 埃及人 癌症发生率 埃及人 癌症发生率 只为 欧洲人的 十分之一 这样比起来 就相当低 即使 埃及人 得了癌症 癌症的发展 速度也比较慢 为什么呢 然后经过 大量的研究 发现 埃及人 美的人均摄入量 是欧洲人的 五到六倍 因为 埃及人 他的 因为可能科学 他们国家的 工业 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的 不是太普及 太普及 他主要是吃 这种原生的 农产品 食 所以他的 美的摄入量 是欧洲人的 五到六倍 欧洲人的话 因为他 工业 加工食品 吃的较多 所以他 无形中 他叫 美的摄入量 就相当少 所以这个例子 就说 埃及人 为什么 不得癌症 因为他吃的是 比较原生的 农产品 而欧洲人 他吃的 加工食物多 美的含量 就是说 美的摄取量 就相当低 后来 这个缺美 这癌 已经被科学的 实验证明了 证实了 人体缺美 体内淋巴细胞的活力 就明显下降 肌体抵抗力下降低 以致体内癌细胞 就开始新风作浪 1975年 美国 亚华州地大学的专家 用缺美的膳食 喂养大鼠 两个月后 大鼠就被诱发肿瘤 而用 含美的食品 饲养大鼠 明显提高大鼠 对肿瘤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 这个凯利的氢气片 用这个美 来生产氢气片 可以说是一死二疗 一键双雕 所以这也是一个 非常 非常 聪明的 聪明的设计 产品设计 那美和 清气片 然后清气片中的美 这是刚才介绍的 清气片中的美 然后清气片的 TQQ和清气 相碰到 他们相遇之后 会激活 PGCEα 这就是说的 希望分子 然后可以优化线力体 激活调节 自身氧化系统 这就是 清气片 TQQ清气片 这三个成分的 三部分的 四部分 其实是四部分 一个是它清气本身 一个是美 一个是PQQ 还有PQQ加清气 这四个成分 四个部分 它们的分别的作用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早兰益生菌 早兰多矿益生菌 和这个PQQ清气片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它的 它们各个成分 都是抗癌的 而且这些成分 都是天然的 它们的组合在一起 可以多方面 多途径 多层次 强力防癌抗癌 所以它的抗癌功效 得到加成 抗癌的效果 更甚于单独 使用一种 其中任何一种产品 或者某一种成分 那今天的这个 这个益生菌 早兰益生菌 和这个PQQ的组合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